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港股的时间 逢星期五 我们都会在中午时间和大家见面的 我是李婉营 还有身边是 宏汇资产管理董事及投资策略总监林家琪 Hello KK 你好 Jones 你好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明天就会集特会了 是的 全世界在等着 在等着的就是 我前几天在节目都说了 沙盘推演 说了很多不同的scenario 你觉得最大的可能 最大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是怎样的 最大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描述 双方现在说是各自描述 都会有一个发布出来 就可能说他们未来会继续商讨 恢复商讨 是的 恢复商讨 但是暂时来说就不征进一步关税 我觉得这个就最有可能发生 因为市传也有说 你不征关税半年 或者是有期限 应该说没有期限 我应该没有期限 是的 特朗普的为人 不会自己困住自己的 是的 因为之前知道自己困住一出事 就是你经常拿期限 你有很多人都是不喜欢的 都不单单是他 三个月内 几个月内 是的 又说今天 明天那些 市场不受的了 就是他眼见呢 其实我觉得有些动作做到的 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估计呢 就是因为当他最初打电话 给习主席的时候呢 你会见到民网突然之间抽上来 就是你会见到他很明显 是对于选举有一些动作要去做 而同一时间呢 他那天同一天呢 他那个竞选经费呢 没有集到呢 突然之间又是爆声了 那就是说是有关系啦 那如果你见到他之后的动作 都是这么温和的话呢 我相信他会是 就是退后一点去就回中国 那当然不会一次过 就是去要求中国做些什么啦 因为隔日就已经我们见到 我们中方呢 都立了好多的条件港量 就是我们站得比较慢一点 是啦 白皮书又有啦 之前那然后现在在一些 比如说公平对等啊 或者不需要进一步关税 或者全面撤销关税这些 那所以协议就应该签不到明天 但是呢 最后的气氛呢 应该可以 那其实都是吃餐饭的 就是简单点说 一个半钟头吃餐饭 应该谈不到很多东西 那之后可能会有个后续 那会令到投资市场 就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玩一下 嗯 是 那如果这样说法 我真的当这个是最likely的做法 这个其实都是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预计的 是 那重点就是 自从他们上个星期二 报完我的电话续之后呢 是 那市场已经抽了千几点了 是 都挺贵的 那如果 你出来只不过是这样炸 会不会变成 Find Rumor Sell on Facts呢 不会啊 就是我觉得呢 有得玩不是代表个市会升 是的 因为在这一转呢 确实我们抽升了上来 去等现在这次G20的结果 你说横行住就说 但是你已经抽上来了 是啊 抽上来了 还有上面的位置 真的不算太高 可能你的消息好一点 那我给个行指 那用行指计吧 你多清五百点 好吗 五百点然后高开 但是你要留意哦 我们讲的三万至 两万九千五至到三万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就 将会有协议是签成的哦 应该签到协议的行指 才是两万九三万 即两万九千五至三万 那现在你都没签协议 你还要是谈的哦 是吧 那你应该打个折 你没理由上到两万九 楼上企得云啦 是吧 所以就算市场上面 当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好消息 他抽上去呢 空间短期就真的好少 好少 甚至乎可能消息不够强 就会跌回去 跌回去又不是说 代表完全失望 因为我们这一转的市 其实就是走着两万六千六 至到两万九千五 上面那五百三万 我就减了去了 我又不觉得短期可以去到的 就应该你最尽都是两万九左右 所以你这么大型的区间 你等消息完了之后呢 就应该会跌回去先 但是跌下去呢 又未必会跌很多 因为我们说 G20完了 我们看七月是什么呢 又说美国减息 美国减息呢 扔倒住个美股的 所以我又不会觉得 有一百又跌回去 两万六千六那些水位 所以呢 如果你只是计算在下个礼拜的波动呢 可能会调整回去两万八至两万七这个区间 我就觉得那一千点就似一点 去等着美国的减息机会 所以 市况在下个礼拜呢 初段应该不太下半的 但是呢 至少在低位呢 又不购买住 又不购买住 又有机会呢 我们说七月的消息的话 又可以弹一下 但是减息呢 就是前几天 前两天 导致创迷新高 就是因为 现在在猜中 会不会减了半厘呢 很夸张 我又觉得真是夸张 现在的经济数据是慢了一点 才不会这么夸张 这么快减半厘呢 但是你别管 大家就很兴奋地 创迷新高 但是跟着你见 星期三 联局主席鲍威尔 和一众那些有份投票的位置 还有布莱特 有人出来就说 特别鲍威尔说明 我是不会 因为这些政治原因 而影响的 说明政治原因 是啊 那就是 他都不怕别人炒 没那么夸 他好像说过 我有五年就不怕你 特朗普说他随时切换他 扁他做理事 你不要说真的 如果他真的因为这样 这么英勇的话 不做主席之后 应该有更多美满的前途 是啊 说错买书都应该挺好的 我觉得 是啊 你这么hero 是吧 那问题就是 之前大家太亢奋了 当他们减半厘 没错 如果只不过是减四分之一来 会不会效果不是很强呢 那就要看看他减四分之一来 他说些什么 我觉得 会不会后续 其实我继续有的 没错 其实刚刚星期二三那段 我觉得 鲍威尔或者布拉德 是做得对的 因为市场太夸张了 估计 你估到七月 100%加 不是加紧的吗 是吧 不会包生仔 减色 你会是需要减色 不会减色 那么多 所以你变上 你是需要将情绪 留为降幅一点 甚至乎你最夹的 如果那个布拉德他都要退一退 你说到市场要选半厘 这么夸张 他都会跟着 其实都是跟着联储局 鲍威尔他的决定 所以就略为放松一点 其实放松也有原因的 因为你说美国经济差 其实一两个月是真的转差了一点 但是你说完全是差 因为你要连续性的 你要两三个月 真的觉得 两个月最少的 你一万三个月 即是说 有机会七月都未必会减 但我觉得 七月就算不减 只要他给到市场一个的讯息 他真的很快会减的话 市场都未必会跌得太多 因为在几次的减息周期都是 对上你讲 07-08年 或者再对上那次 减息的开始 即是那一两次 市场都有力 都还在升上去 但是减息不是减两三次的 周期 那你很多时候一减息的周期 你讲的是四次或者以上 那那个利率呢 是讲的是三厘甚至乎以上 那你要留意 现在二点七五 你减三厘便变负利率 即是说有可能 大家担心 不是减息刺激的市 是你的市 即是不行到 我要减到负利率呢 市的走势就可能会很差 未必会在七月八月会见到 可能在年底那段时间 真的你说我贸易战的因素也好 又或者美国经济动力 中国经济动力都好 真是差 而去到全世界行负利率 因为负利率 现在不只是美国要担心 现在德国日本都在负 是的都在负 所以经济衰退的机会是非常之大 那你之后减息呢 你帮不到市 市应该是比较悲观 因为你升着去等减息 你这么高的估值 你的市又说不行了 那你的市是否应该跌呢 所以有很多朋友 就有个错误的观念 我说减息的市是一定升的 这个就不是 是在后段和初段就是会升 但去到减息周期差不多完 那一刻就开始升 所以现在这段要非常小心 减息就未必一定会升 减息之后可能跌 不减息都未必一定会跌 因为市场可能会期望 七月打后他们真的很快会减息 所以七月份呢 我为什么说波动会那么大呢 就是因为这些消息呢 会令到大家更加是手足无措 纳于七月 那你基金经理可能在六月 你现在夹着高位 下个月应该 尤其是今天呢 你看到都沽定些东西 我觉得应该呢 就辞回一些现金 但你说是否会很大型去买一些 叫做这么高 就是升了上来的股份呢 应该就不会 所以就应该会是沽了下去先 而令到的藤子 去回一个短期合理一点的位置 那些资金才会再到场 炒短期炒息的减息的因素 但之后呢 我们就要再担心经济衰退问题 嗯 那不要紧了 我们先当作短打 本来一向都觉得 减息就会对于银行股 地产股 或者一些收息为主的公用股 或者Risk 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香港的问题就是 我们根本过去几次减息都已经没有 减息都已经没有 减息都已经没有 减息都已经没有一点跟过一次 美国加息 那我们都根本没有一点跟过 减息 那如果你今次美国减息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 都是炒银行股 地产股 或者这些收息股呢 其实就适肯敏感股 会有反应的 因为投资气氛有反应 但是Janice你都说了那个重点 我们都没有更加 那怎样减息呢 不过就会比资本市场的资金 因为钱多了 就是多了新痕的 多数说 那你买股也是 你的投资气氛可能是 那一段会充气一些 那这一部分可能会帮助到港股 因为你资金丰富了 那么新兴市场流入去的资金也会多了 因为美国钱多了 可能他们会适量地流入港股也未定 当然包括亚太区 我自己会觉得 所以那一段呢 就帮到一些股份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真的 每个股份都会有帮助呢 那我真的要好看了 譬如说银行股的 尤其是本地银行股 究竟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拆息又怎样 究竟港元是不是 有机会持续走弱 我们都未知 所以这件事呢 我觉得就很难估计本地银行股 不过我觉得经济差呢 他们做生意一定是差的 就应该就不可以很乐观 对于这个板块 反而是一些呢 可能我们觉得 去估值低 当市场是多些资金 资金比较密集一些的 一些的行业呢 可能就会有利一些 那些内房股 我觉得会有利一些 因为你美国减息呢 现在你看到很多内房呢 虽然内地经济都有挑战 但是呢 他们在海外的那个美金债的息率 都会持续有个下跌 其实只要他们是 其实他们每次都是 用新债盖狗债而已 那我说你减 现在你看到很多三线的内房股呢 它发这些新债呢 其实都是9厘的 甚至乎8厘的 那你美国减息可能 它那个息率变得吸引 那它可能又再压低一点 那他们的那个盈利 就立刻会出现到 那他们说8厘很低的了 他们一向是要给十几二十厘的 是呀 所以我觉得减息对他们有帮助 那如果你说很多 是发一些海外美元债的公司 那他们会帮助 而你说公用股呢 公用股呢 那当然会直接有资金会流入 但是就要看是哪一类型 因为我们现在的公用股呢 我觉得比较窄一点 就是有时候呢 它会牵涉到内地的一些业务 又或者你见到 中电突然之间又发了一个撥鼻 那样 哇这样都真是 公用股真是 公用股真是很厉害 是的 公用股真是很厉害 是的 就是很大的问号 是给到投资者 所以公用股呢 都要是小心选择 我觉得就不是说每个好 现在公用股呢 老实说的息率 是不是超级吸引呢 是 2.30 是 那你美国就2.75 那你多一点 就是像升息多一点 那价钱是否是现在买呢 那我觉得有没有 所以公用类股份 都有调整的机会 那如果要买的话 都是等它真的有些事件 我就是当个行指 下到2.7 那可能它们都会调整呢 到时再考虑 今年 即是减息周期 它会受惠的 到时才留意 適量的一些公用股 我也是这样说 真的很简单 大家都常常在问三号仔煤气 它现在预期股息率是2.1% 你预期买一只股份是2.1% 你不如单单 买了十年美国国库债券更好 是 流通量又高 是吧 一定 还可以拿去按 那就是 你为什么要 你买债券 买政府债券更好 现在十年美国国库债券 都是2厘左右 2.02 2.03 那你为什么都坚持 一定要买公用股呢 因为它的股价硬正 很多人会这样想 是 有机会升债 赚息债价 是 升值股价 但是你现在买煤气的人 其实我想都不太看它的息率 觉得它会继续 会升到直到永远 是 这个也是很小心 虽然煤气的盈利动力 是比很多公用类股份是强的 即是你说公用类股份 还要那么传统 有一成的盈利增长 当然这个比很多做生意的股份 所以也是资金愿意流入的原因 你每年红股的複式效应 也会有 但是如果真的买煤气的话 延价去买的朋友 一定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那个价 有机会会跌 是的 会跌 而且你不是一次过买完 因为分两注 就是最少两注 而且你持有超过一年或者以上 那你才可以去买 因为你的複式效应是来自红股 那你十送一 每年十送一 就是你那个股权的数量又多一成 那你的息率就好像多一成 就是你要计算这些数 就是那些婆娜的数 你才可以买煤气 如果你纯粹整个股价去买的话 就是那个息率那么不吸引去买下去 我觉得就相当之不抵 不如真的买个十年期美国国势就算了 就是了 都有一样 尤其是两厘一 可能价格更好一点 就是你可以炒起那个Bond Pies的价 对啊 如果你美国减息的话 你跌穿两厘的机会很大 那我当你如果两厘跌了 一厘八的话 你都即时已经有10%了 是啊 你立刻沽了它 你赚了那年的食 那就是了 可能几年的食 对啊 好过你这样的 但是另外一只 八二三又如何呢 八二三好些 它的预期股息率有三厘三 多些就多些 是啊 息率多些 还有它的概念也多些 我觉得 除了收息之后 还有它还有地产概念 是啊 打包东西 我觉得它很厉害 它也有它们的卖点 卖点就不单单是息 三厘都满意 我想很多朋友 如果现在比较 我就是借现在的市场息率 去买呢 其实都有赚 你计算杠杠都有赚 但是呢 你要预期它的股价 继续上升才有意思 是的 我记住 投资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如果你只不过追求三厘 这三厘已经那么满意的话 大把保险公司的那些 现金储蓄计划 稳稳稳稳派派硬 起码三厘半给你 那到时你一定不会死 因为这个是储蓄计划 通常他们的计划 就是三年五年 到时就拿回你的本金 但是买领钱 又不是想着 只是那三厘的那些人 觉得又是个股价升 它会不会又继续升到直到永远 又是 是的 我们叫Juicy很多的 它有概念 有两样东西 你看到近几年 它打包资产 真是叻的 就是一些残残的东西 给你装修完 你又有那么多一些很出色的客户 你又引到它进来了 那你自然你的价值增高 你就可以拿去买 就是现在它是因为这个模式 而令到它这几年 股价升得那么漂亮的原因 那你那些赚到钱的 那你又可以买了它 买了之后又回购了 那你每个基金单位的价值 买又上升了 那它现在就有少少 是这一类型的财技 所以我们说它是 就是防守类股份是对的 不过你都要知道 这个事业都会有风险 因为它现在是在做一些 内地的房地产 内地的商业项目 有很多眼光好的 确实可以令到它们起死回生 卖到一个漂亮的价钱 那它的客户都可以引到 上去大陆做生意 就是有这个情况 如果它们投资时间会比较长些 或者它买完之后 打包完 不可以将它的资产价值 去升高的话 那可能你在现在的股价就变得贵 所以买领展我觉得是 你很有信心 它们刚才说的经营业务 是做得到 如果不是出什么事的话 它的价价都可以跌得 都真的挺夸张的 是的 因为它现在的股价也是超级高 又去到太阳是差不多的位置 大家想过股价 不是因为股价很漂亮 会继续升 每次跌到五十天线 它都会升上去 这就是强势股份 高最有利 可能大家会这样想 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你现在买了 但是你肯走 因为你要知道 你现在是根本在历史高位 在买的 而且现在你叫它穷过14号RSI 都挺严重的 背持出现了 没错 它又背持了很久 它的价又真的升了很久 背持了又连初背持到现在 都是这样 你自己知道 你现在买了 一步一惊心 你懂得走可以的 是的 就是这样 好 再说多几个 大家喜欢那些热门股份 今天上了榜的 就是很多朋友 不知为什么喜欢小米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直都不喜欢它 想买它的东西 因为米粉 你喜欢买它的东西 不特别一定要买它的股 是 我一个样东西 就是爱它的股份 我就是很怕 这些 喂 它上市这么久 一直都是连续不断的下跌 那的确是的 去到 今个月 去到 去到 月初 它终于由低位 大概9元左右 反弹回来 10元1.8元 低位都成10% 是 终于你觉得它叫做见底 就是很多朋友问 就是觉得它说 跌了那么多 低嘛 那就买来儲一下 抵住可以不算低的 是的 追忌其实由高位去估 它跌了很多 然后觉得它可以弹回上去 这个就很忌 反而就不应该看公司 就是很老土说 你看它公司的前景 就是只是看一盘数日 究竟有没有机会真的赚钱 而它上市到现在 我觉得波动性太大了 我们有时见它经营利润就赚钱 有时见它利润就赚钱 但是反过来也试过 经营利润就赚钱 但是利润就亏钱 那这条数是怎样呢 再加上它有很多 就是关于股权激励的option 所以你有时我们看小米 只是在财政上面 就是上市的一些角度去看 你是很难估究竟是不是真的见底 就是这个很难估 而且它的模式在现在 当然在一些商家的角度 或者是一些经营的角度 觉得它的模式是很特别的 所以就仍然比一个这么高的估值 因为它十元都仍然是贵的 九元都是贵的 它又不是说 即是说你究竟里面背后的 除了说我当不是看你是一只工业部 我看你是一个智能家居 这些仍然是贵的 云端这些价位服务性的一些科技股 其实它的股值都仍然是高 而且你很难估计它 何时真正可以有持续赚钱的能力 而股价近期见底 亦是多一个原因 你回购 你回购的价格就这样浪上去 可能会停的 停完之后 价格会不会又再满下去呢 所以如果说小米在今天成交是漂亮的 都多 但是你不知道它何时就不回购 而且我相信它每次出来业职 都不会令到市场收货 这个问题很大 因为它现在还是耕耘期 是啊 不知道它耕耘到何时 我自己都喜欢小米它的概念 亦都觉得它的产品 出得很为你的粉丝着想 那些米粉着想 性价比高 是的 但是你去到真的从商的角度 或者我们去做一个投资角度去看小米 好像又真的差很多东西 所以就不要想着短期9元都真的见底 有机会见底 但是不一定是 尤其是很快就有中期业职了 中期业职给一个失望的数字 它价格又可以 又满下去 又可以满下去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难炒的 不够好那部分 这些一浪低一浪 好 接着呢 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有KitchenLang想问一下1299 1299真是厉害 升穿上次的高位顶位 你觉得它这东西 这东西 你觉得它这东西 你觉得它这东西 这东西 真的很难说 它是 它营运是好 也是可以满下地 就是入到 可以做生意 但问题是真的昂貴 真的昂貴 我是全世界最昂貴的保险股 应该是 即如果你觉得它是昂貴 又或者用一个比喻 用平保比喻 大家觉得平保也是昂貴 是不是 它的股价去到这些位置 但是如果你只是拆保险业务去计算 其实友邦是贵平保一倍的 就是PB 你想想它是贵得多夸张 所以有货的当然开心 因为你刚刚昨天才破顶 今天就下跌下来 市跌一百六十几点 但它也不跌得太多 反映了高位也有些承接来 只可以说 人们现在贵买就贵买 但是如果你说现在才进去 我就真的有几大的保留 前景是乐观的 但是确实它在这些现价 又或者我们讲下个礼拜 市可能都会回的 如果你说市不对劳 我相信很多大户的投资者 都会选择沽了邮邦的现货 那么价就可能继续走个range 那range一走下去 他可能下回75元也未定 现在他也走过range很大 他下回75元也是贵的 他也是两倍半左右的pb 但是以前我们讲保险公司 是一倍半 已经很贵了 一倍半 现在是2.6倍 是的 我觉得他上次第一季业绩不是差的 使得市场失望 所以就回了一回 中期业绩差几会应该都大 因为你这么高高值 市场比它的预期应该会更加高 稍有差一点 它就跌得应该都挺深 我觉得 短炒这一转 如果有朋友短炒的话 当然你去低位买力会继续炸 你都不会理去短期的波动 但如果你说真的想买想上车 应该都还有机会 是 他一直的波幅大 那只要你说 收益升到什么位 理论上这些叫uncharted area 你真是乱说 你叫我 是不是 我猜不到 你说要猜 其实分析员都是人来的 但是当然没有水晶球 那些所谓 觉得它会几次 全部都是基于 你预期 它那个 每股盈利会是多少 接着给一个合理的P 这样计算出来 问题就是 现在那个PB已经有2.6倍 那已经这么高 如果你说 还要预测PB 是 已经预测 分析员目标 可以给分析员目标价 你参考 分析员现在的 平均目标价 就是90.68 其实都不是很多水位 现在 可以说 现在都是80多元 做了7元 做了7元 但是那些东西永远都是 永远都打了9折 其实真的行得到 是的 小心一点 不过有一样东西 都可以挡到它的好处 我们说它的贵 又怎么样 如果真是在 不耐力严慕 现在它有两个点 真是在 G20当之后 我觉得会有些动作 我估计 因为 如果你 只有两个点 就好像不是 够开放给外资 现在 中方的立场就是 我们会开放给外资 会不会在保险那边 又会开多几个点呢 但我又觉得 其实开两个点 有什么所谓 不是叫客人在这边签 其实都是 正如现在 你都是叫客人来香港签 对吗 深圳也在香港签 对 深圳开点 意义又不是很大 不是 气氛会做到的 对 其实他只要给了两个点 那些人会有脚的 那你不是叫他 请他过来喝茶 都是给你打单的 你的好处 所以我又觉得 有了两个点之后 你加不加多两个点 已经不重要了 是啊 都是贵 都是贵的 这次我再和大家一起 EJMarkets 拜拜